你今天你就当着他们 你就实话实说 这个电话王美丽找你什么事 你就直说 是这样的吧 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她今天来沈阳了 说约我见一面要去宾馆 爸爸 你听见了吗 给我憋回去 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 这个王美丽啊 她是个外地人 对 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 在沈阳市举目无亲 不找我找谁 无非是带点土特产 自己拿不动 我必须去宾馆 你不说话行不行 二米啊 这个当年呢 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 嫌你大姐夫他们家穷 一阵无情霸 打得他俩是个分东西 就在你大姐夫走投无路 灰心丧气的时候 是你大姐用他的爱温暖了钢 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 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敢替他保证 即使现在王美丽早上门来 他也会气定神闲 不屑一顾 谁 王美丽呗 你瞧这 你瞧大姐夫呢 你看我大姐夫那死冲 瞧这 谁 我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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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赵岗的假的 是 谁是赵岗的 我是 那就对了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 我呢 是你的后半生 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贼神 啊 收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 可以为赵岗的先生 送礼服来的 刚啊 这礼物都准备好了 大姐大姐大姐 大姐你先等会儿 那个贼先生啊 不是 这个礼服什么婚纱的是给我大姐夫定的啊 不是给你大姐夫 不是给我大姐夫 是给赵岗子的 赵岗子 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 你死定了你 不是 你弄错了吧 这不是给我的吧 是你是你就是你啊 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 你这孩子你是弄错了 王美丽结婚 他给赵岗子做的奶门的礼服啊 对啊 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 对 送错地方了 是这是就是这啊 哎呀 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 什么是这是就是这啊 这衣服肯定不是给他做的 对 不信你让他穿上试试 保证不合身 不能合身 我打错 侮辱我们首一人 给我脱了 去 不合身 合不合身 大伙看 合身吗 音乐 怎么样 不合身吧 太合适了 爸爸你看啊 赵岗子 你是不是合身的有点过分了你啊 啊 那个贼你给我过来 什么 我问你 这衣服谁定的 王美丽 王美丽嘛 他又定了几套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呢 那婚纱纱 是按谁尺寸定的啊 王美丽 王美丽 王美丽嘛 那礼服呢 赵岗 赵岗的 赵岗的 赵岗的嘛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 这配配挺全呐 不全 还有个花呢 赵岗子 现在你也学会 家外有家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 我要不怀孕 我不一大飞 要踢你嗓子眼里去 我算你扁条体 长得结枝 气死我了 别提了 挺好的 这只比我俩结婚那边 还好看 爸爸 解释 这不很正常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在一个婚礼隆重的场面上 王美丽 穿着婚纱 赵岗子 穿着礼服 胸前都佩戴着天花 他们俩的关系很正常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要信我是啥子